说起耍双结棍,很多人都会想到将该项运动发扬光大的一代宗师李小龙 居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的90后广东小伙谢德胜是李小龙的铁粉 日前,他凭借双结棍的花式玩法又创造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身穿一袭绿色运动服,右手紧握双结棍的一端快速出击 5月11日下午,中西社记者在上海的一家搏击俱乐部见到了将双结棍练得如火纯青的谢德胜 他正在向大家展示如何用双结棍接机有移动发球器高频次发出的乒乓球 看似轻松简单的打击动作,事实上一点也不简单 他非常考验双结棍使用者的综合体力,控制力和瞬间判断力 2019年12月6日,在上海徐会完成一分钟内用双结棍击打乒乓球发球器移动式发球32个 2020年1月18日,在江苏南通挑战40秒内用双结棍开10个瓶盖 最终成绩结果为34.8秒 由于疫情关系,谢德胜在2020年4月24日才真正拿到这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纸质证书 手握新证书,谢德胜说自己的心情是激动而复杂的 加上此前用双结棍在一分钟内熄灭52根蜡烛的记录 28岁的他已经成为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 当然,这样的成绩获得与他十余年的辛勤苦练自然是分不开的 最初开始学习的时候会经常受伤 磕到头啊 以前就尝试过就是从轻棍到重棍的一个过程 那么练习重棍的时候 它其实如果说你太重 也容易伤手腕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枯燥的 我觉得如果说要练习的话 建议大家就是从最简单的选择海绵棍去练习 挑战到现在有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都是我自己创造的 我也希望就是说把更多的纪录留在咱们中国 继续的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从一开始仅仅是因为身形瘦弱 防止被人欺负才偶然学习 到如今谢德胜已经把练习双结棍成为了自己的一种心灵寄托 目前谢德胜在上海主要从事双结棍的教学工作 工作之余也不断的研习双结棍的各种花式玩法 在得知偶像李小龙也曾用双结棍打过乒乓球 谢德胜在一年多前就萌生了挑战的念头 因为他非常欣赏李小龙的不服输的精神 中国人对乒乓球有着特殊的情感 而如今最被粉丝所津津乐道的 正是谢德胜用双结棍击打乒乓球的各大挑战视频 为了尽可能的实现击打的标准化 谢德胜最终选择了移动发球器来进行辅助 挑战这些项目呢 不同的项目有来自于不同的灵感 乒乓球这个项目呢 我一直是在看到一些李小龙模仿者的一些视频 他剪辑过的一些视频 但是这个视频呢对我的触动很大 我就特别想挑战 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练习了 到底能不能回合制 但结果练下来的结果就是只能三个回合 那么三个回合也没办法标准化 随机性太大了 所以说最后练下来的结果 只能用发球器去挑战 可标准化 可数量化 双结棍的历史远远流长 软中带硬 柔中有刚 短小精悍 威力巨大 是极健身 防身表演竞技于一体的新兴时尚运动 谢德胜说 自己会一直坚持双结棍的武术教学工作 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相关电影的拍摄工作中 让更多人了解双结棍向世界传扬中华武术精神 我对未来的规划呢 我希望就是能够像我的偶像李小龙一样 通过电影的方式将咱们中国武术的文化精神 进一步的去发扬光大 然后更全面的去展示里面的精髓 还有咱们中国武术最大的一点是咱们的武德精神 继续的发扬光大 走向世界 成为咱们中国的一张最好的一张名片